第四百七十九七武器打奖堂 在第一次次等战争中 俄罗斯发现自己在游击战盒下战中处于相当大的劣势 开始研究能够将武装分子 重新强化了建筑物藏身处直接炸出来的武器 随后拿出了ACS-17榴弹发射器 这款成功的搬用无名支援武器 并且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并取得了成功 不过这种武器非常的笨重 操作也非常的繁琐 因此俄罗斯继续一款全新的武器 能够保持或是提升火力的同时 还能够更加的便捷 能在任何的地方架设进行火力输出 在这个背景机下 俄罗斯的全新榴弹发射器 ACS-30阿特兰自动榴弹发射器就诞生了 ACS-30阿特兰自动榴弹发射器 是一款俄罗斯全新的现代化武器 可以架设在三脚架 车辆 船只以及自用机上面使用 在定位上跟他的老前辈ACS-17一样 是作为帮用支援武器使用的 不过他的重量和火力方面 要比前者要出色许多 ACS-30自动榴弹发射器 包括脚架在内的重量 仅仅16.5千克 相对于ACS-17加上脚架 达到了31千克的空枪重量来说 这款全新的榴弹发射器重量下降了几点一半 对于步兵使用 其流动性和便携性都大大的提升 ACS-30阿特兰自动榴弹发射器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发射单元 发射单元枪管长度为290毫米 相继采用改进型的后座作用原理 开膛带机的枪击结构 枪管内部有膛线 可以在发射的时候 让弹药有更好的运动轨迹 和更远的射程 其枪口速度可以达到185米每秒 射速最大为425发每分钟 有效射程为2200米 因为杀伤力足 发射距离远 在很多的时候 也被用来对付眼神战眼门物后面的狙击手 因此这款榴弹发射器 也被大家称为狙击手克星 其弹药采用的是特制的VOG-30榴弹 这种榴弹的弹体没有破片槽 在爆炸的时候 其破片的连续破坏半径达到了10米 和地形往往带有定的夹角 这造成了一部分的破片 打向地面 并造成部分方向的破片 较为稀疏 所以这款榴弹的破片 完整覆盖的区域半径 能够达到10米 相对于普通榴弹 1.4米左右的连续破坏半径来说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了 除了VD之外 VOG-30榴弹的弹体 内部的隐性 在飞行10到60米之后 才会解除保险 27秒之后的自毁 一而在对付敌方人员 和武器装备 武者侠的飞装甲设备 在战壕 以及衍生在地形的自然执照中 掩蔽的敌人非常有效 在特殊情况下 其能够连续发射180发榴弹 进行火力压制敌人 不过这个时候 枪管已经过热了 需要等待枪管冷却 或是直接更换枪管 然后再继续发射 其更换枪管的操作 也非常的简单 这样的话 能够保证足够的火力 压制敌人 更换下来的枪管 可以选择让它自然冷却 也可以选择泡水冷却 动弹方式采用的是 不可散事的金属弹链弓弹 弹链安装在一具 纵14千克的圆形金属弹骨内 弹骨挂在机下右侧固定 标准能量为30发榴弹 足够的弹药 和自动设计的发射弹面配合 可以对极绝目标 或是躲藏在建筑中的目标 达到超强的杀伤力 并且这个系统是可以安装在车辆 船只和持生机上使用的 安装在移动设备上的版本 也被称为 AZ3LM大火力配备上机动设备 使得火力点的机动能力 又有了一个更大的提升 而说到机动能力 这款榴弹发射器本身 是给搬用木兵使用的 因此木兵版本还配备了一个 可以折叠方便携带的三脚架 作为搬用榴弹发射器而言 能够实现快速转移位置 并且从建筑物的窗口 或者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位置 将榴弹发射到敌方建筑物的窗口 泥地或是草地的表面 这种一项站而言 是非常的实用的 而三脚架上面 集合了两个水平握把 前面抵到发射单元的时候 并没有收到板机机构 是因为AZS3LM大火力发射器 其发射机构 安装在了脚架上 位置在右边的水平握把上面 据说这样的设计 能够在厕所在设计时 更容易的控制 整个系统需要两名士兵操作 瞄准方式可以通过 机械瞄准方式瞄准 机械瞄距的最大有效距离为800米 也可以选择安装放大倍率为 2.7倍的BiG17光学瞄准镜 这款瞄准镜具有夜视的功能 能够提供1700米的瞄准距离 而如果需要更远的精确瞄准 例如超过20000米的距离 则需要使用 便携式雷达瞄准器搭配来使用了 AZS3LM流弹发射器 具有瞄准灵活 方便携行的优势 相对于上一个版本 无论在火力上还是操作上面 都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这个在地面飞机上使用 又可以安装在各种重型 或轻型车辆舰顶上使用 可以说AZS3LM是一款高效和靠的 限电化榴弹发射器 目前AZS3LM流弹发射器 在俄罗斯 阿塞拜疆 印度 朝鲜 沙特 阿拉伯等超过十六国家中服役 无论在火力上面 还是综合性能上面 均达到了目前世界上 限制榴榴弹发射器前五的水平 好了 本期的武器大当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大当堂 第一个武器大当堂关注我们 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